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每一个月的主题的时候 那么今天我被制作单位要求的主题 是十二星座的魅力瞬间 如何让你这个暧昧对象 可以对你臣服 而且慢慢靠近 其实这个主题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么我要讲一下有两个层次的想法 第一个层次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有魅力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我们要刻意说 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 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真的喜欢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把自己的美放大到最大 或者是要让自己过得很开心 那个快乐的美感的出现 这是我对大家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祝福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够有魅力 显然的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的对象没有看我们 没有注意到我们 就是没有给予我们要的那个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人注意 我好像这个不受欢迎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的朋友其实是有人喜欢的 只是他最喜欢的那个没注意到他 他就觉得自己没有魅力了 那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呢 我们其实重点应该放在你的暧昧对象 或者是你喜欢的那些人 他们到底他们容易注意到哪些特质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好 而是你的频率跟他的频率没有对到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呢 可以来注意一下除了对方的太阳星座以外 也要看一下他的金星星座 因为金星跟爱情呢爱遇啊 还有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很舒服的感觉是有关的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金星星座好吗 那我们先来聊聊看这个每一个 就是风火水土的特质吧 首先来聊到的是金星在火象星座 那么金星在火象星座的男性或者是你的情人呢 他们其实比较喜欢的是动感反差戏 也就是说呢他觉得你的魅力那一刻就是 你在比方说大家在这个上体育课啦 或者是打球的这个过程里 你的忽然开心的微笑 或者是你忽然想要跟他挑战的那个神情 他会觉得特别有魅力 但是什么叫反差呢 就是觉得平常你静静的啊 但是原来你打球这么的疯 平常觉得你蛮女人味的啊 结果你唱歌起来呢那么好听 而且呢还能够跟我对唱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火象金星的男性 他是很需要忽然心里被你撩起来被你烧起来 可是那个烧是因为你跟他玩在一起 而且玩得很愉快就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我觉得金星在火象的男性呢 他们其实呢很喜欢呢 带女朋友或带朋友去玩 可是他不见得会照顾到你 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金星在火象的男性的话 你要记得哦跟他出去的时候你不能太扭捏 想要什么就说 但是其实他们希望的是你跟他们玩你也可以玩很开心啊 他们这个男性在聊天的时候你在自己旁边也能够自得其乐啊 他不用照顾你你很独立自主 那这个呢我觉得绝对会让你在他心目中呢大大的加分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好了 第一个金星呢在牡羊座的啊有这个修杰凯 他的太阳是在双鱼座 他一开始呢追贾静文的时候呢听说是透过运动邀请他去跑步 那你想想看贾静文他平常可能是比较安静的 但是他在运动上一定有他有魅力的地方对不对 所以跟这个喜欢的人一起运动啊 有这活动是很重要的 再来金星在试做的 呃现在大家一定都知道叫做俱俊燕 金星在试做的这个男性呢他当然呃更喜欢呢就是呃 注意到那种大家都会注意到女生 同时他们也很享受被女生注意崇拜的感觉 那么我相信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大家也是有做到的 可是呢很重要的是说我觉得大爷子把自己活得很灿烂很有自信 所以我觉得对于金星在火象的男性 呃各位朋友你除了就是跟他玩得开心以外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让自己很有自信 因为你的自信会感染他会鼓励他 好我觉得这个是呃我们在这个例子上看到的事情 另外呢金星呢在射手座呃但是太阳在摩羯座的周杰伦 那我想周杰伦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呢我认为周杰伦在跟坤林的相处上面 坤林是有给予很多支持跟包容的 我记得呢我看到一个访问是说方文山说他他们跟坤林去玩很开心 因为他们玩他们的时候呢 坤林就会很自然的融入在其中 也可以自得其乐也可以不干扰他们 所以呃他们男性的朋友就不会觉得 哦这个女生好像会带给我们压力 我的哥们好像要顾得好他的女朋友 不能讲黄色笑话啦 不能够这个跟我们很自在的相处 所以记得我觉得跟火象的男性就是要自信自在快乐 而且稍微独立一点好吗 哦再来呢我们看一下 如果呢你喜欢的对象是金星在土象星座 包括了这个金牛啊处女跟摩羯嗯我认为啊 这个最好是要这个进水楼台先得月 因为这个族群男性呢 他们其实很喜欢的那个魅力时刻就是 你忽然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的那种 专业感或者是优雅感 或者是你忽然做一件事情 有点傻气有点可爱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好那这种很纯真很生活 甚至有点普通的感觉 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容易注意到的 那么另外呢 像这个土象星座的金星的男性 他其实有的时候 他希望感情是一步一步来的 他并不希望你擅自的闯入他们的生活圈 要他们改变 所以我觉得要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 也是蛮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提供他们一些帮助 我觉得当他们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的突然出现 也会让他们有点心动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呢 金星呢在金牛座 但是太阳呢 在白羊座的皇子骄傲 我看到他最近呢 有分享一张照片 就是他刚开始呢 跟他太太在相处的时候呢 这个孟耿如呢 在忽然打开一瓶水 在那个刹那 他觉得好可爱把他拍下来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就忽然觉得 哦 原来那就是金星金牛 很享受那个很可爱 很美丽 很甜静的感觉咯 那么再来呢 最近呢 你知道这个玄冰吧 对不对 他是太阳在天秤座 金星呢在处女座的人 那么金星在处女的人呢 其实他真的很喜欢气质系 所以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孙艺貞的时候 他对他的评价是 很有气质啦 很这个闲静啦 很温柔 这些其实这些 这些关键字全部都是金星处女 喜欢的 容易注意到的一个特色 但是如果一接近他 发现他有一些专场 有一些拿手的东西的时候 哇不由得佩服他 觉得很聪明 我觉得金星处女的人 会欣赏这样子很低调 但是又很有料的感觉 那最后呢是金星在摩羯座 我要举的是 太阳在水瓶 然后金星呢在摩羯的新野园 嗯我们都知道他取走了 这个日本的国民女神星元节衣嘛 那我看到他在讲 他对星元节衣有一段事情 很感动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那就是金星摩羯 他说有一次他们两个在拍戏的 中间休息的时候呢 他的眼镜脏了 所以呢他就想要呢 把眼镜擦一下 可是因为有 有妆嘛 然后也有这个戏服 所以不太方便擦眼镜 所以他就想要 招手 请那个工作人员来帮忙 还没有等到 他招到这个工作人员的时候呢 哎星元节衣呢 忽然在旁边可能 比方说看稿啦 对不对 被对戏稿啊 忽然就抬头 帮他叫了一下这个 工作人员帮他擦 他就发现哇 他怎么知道我需要 你懂吗 就是那种很小贴心 然后呢 等到工作人员把他处理完眼镜的这个污漬之后呢 他就跟星元节衣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他说星元呢 就说不客气 然后继续回到他那个个人的小世界里面 读他的这个剧本 他在那一刹那他觉得 哇哦他好美哦 就是这种美是很普通的 可是很贴心 他就是忽然拳手给你的帮忙 可是他又不会干扰你的生活作息 或是你的状况 他没有要求你要感谢他 所以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就是精心在土象星座的人 他其实很需要这种日常生活的小细节 跟小可爱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你的对象是这类型的人的话 可能我们要在他们身边一起工作啦 一起生活 或是交集要多一点点 才容易展现到你的那个美丽时刻 那么比较呢不用那么紧张好 每天要见面的 当然就是精心在风向星座 包括了双子啊天秤啊 或者是水瓶座 那其实这三个风向星座呢 呃其实你会注意到 他在星座的符号上都是什么呢 是叫人像星座 就有人啊有器具啊 他代表一种文明礼貌 所以这个族群 他们很喜欢的叫做清爽 好优雅的那种感觉 比方说 你本来没有很 呃被他注意啊 很齐眼 可是大家在聚会的时候 突然大家讲个玩笑话 诶 若到你接球了 你接得非常好 而且你更幽默 或者是大家很尴尬的时候 你忽然讲一个话 让大家没有那么尴尬 或是有个冲突要出现的时候 你忽然讲了一些事情 那他反而会开始注意 哦这个女生很聪明 很好聊 很像朋友 我们不需要那么紧张 好 所以我觉得跟这种精心在 风向星座的男性互动 嗯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很自然 像朋友 事实上呢 这一类的族群很好交朋友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你很难抓住他们 因为他们好像就是来者不拒咯 或者是大家都可以变成 不错的朋友 可是我觉得他们 心里面的眼睛眼光是雪亮的 他们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做作 他们看得出来你是不是很好相处 你是不是有一个处世的智慧 好 所以你呃 比方说 呃精心在这个双子座 哦 那这个就有我们的这个 太阳狮子 精心在双子的是 这个许孟哲 好 那另外呢 精心在天秤座 那就有我们的例子叫陈亦如 那另外呢 像智琳姐姐的这个老公 Akira也是精心在天秤座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呃精心呢 要水瓶座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谢坤达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那些例子的这些 萤幕这些呃 演艺圈的夫妻 他们其实都是从工作啦 交朋友啦 就很自然而然的在一起 然后他们可能是有长跑的哦 有互相了解的哦 也许也有分分合合的哦 但是就会走在一起 就是很像家人敞开心房的聊天 所以呃 如果你喜欢的人是精心在 风向的族群 我觉得呢呃 你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 他们最开心的那一幕就是 你永远让他们觉得很轻松自在 你可以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些小事情 让他们很开心 当然我觉得如果啊 这个风向的族群 你也可以适度的用一点点香水 因为这空气嘛就会传香 或者是呢 我发现精心在风向的男性还蛮吃 就是女生 剥头马的这一套哦 请大家适度使用 不要过度做作好吗 最后呢聊到的是精心在水象星座族群 包括了巨蟹天蝎 还有这个双鱼座 这个族群的对象我觉得 呃他们非常非常喜欢 温柔女性味道的女人 所以如果你要打扮得非常女人味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有用的 好 但是呢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就是你要让他注意到你的瞬间 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要微笑 但你的微笑不是傻笑哦 你的微笑是在他讲话的时候 请你看着他的眼睛 即便很多人 你看着他眼睛他讲话你点头 他会发现你在支持他 然后他讲的话你有的时候不小心记得了 比方说他说他不喜欢吃香菜 下次呢大家一起出去玩呢 要吃面线的时候呢 你就不帮他叫这个有香菜的面线 他就会发现哦 他怎么注意到我了 他会记在心里 他会对于你这种小的贴心的温柔 他们特别在意 他们很爱当VIP 可这个VIP又是很潜藏的 不像金星狮子 你可能跟他讲 你太帅太棒了 你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你崇拜他 可是我觉得金星在水象星座的男性 你通常是希望你的善意 事意是只有你之我之的好不好 那再来呢我发现很有趣的就是 金星天蝎的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阵子我常遇到这样的朋友 他们告诉我他们对于 紧身洋装啦 高跟鞋黑丝袜特别有感觉 特别容易注意眼 但是各位你不要觉得说他们就只开外表 不是 外表会吸引到他们的第一眼 绝对会 因为他们很喜欢女性化很温柔的感觉 可是他们长期他们是喜欢 你知道他的情绪的 他们也知道你的情绪的可以分享情绪 然后呢你可能不多话 但你会陪伴支持他 很多人会跟我讲这个金星天蝎很难追 我说那你不能追哦 你这样追就不好了 你太直接了还觉得你烦了 因为金星天蝎的人不喜欢 就是那种很唠哩唠叨的 然后一直想要吊他的那种询问 他们喜欢安静聪明的人 好不好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么讲几个例子好了 金星在巨蟹座的朋友呢 比方说呢有我们的胡雨薇 那你看他跟陈婷妮也是长跑很久 他们就是很像家人跟朋友的感觉 好那你会感受到就是 他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可能 不只是就是纯粹的激情 那最近呢又传出在订婚的 那个班艾弗列克有没有 他金星也在巨蟹啊 所以他可能跟他的这个前女友 还是有一种 啊你最了解我支持我的感觉 好但时空转换 现在更有利于两人在一起了 那么金星在天蝎的呢 嗯比方说王阳明咯 对不对你看他的这个太太 蔡诗云多么的辣 对不对 可是我想他们的互动之间 是有一种心有灵犀的 你懂我的我懂你的 有共同兴趣的那个特色 再来呢就是金星在双鱼座 那金星在双鱼座呢 有我们的这个邵翔 那你会感受到邵翔 其实他对他太太小蛮 也是非常的温柔体贴 特别是金星双鱼的人 他们其实我觉得蛮喜欢 女生傻傻的 很可爱的样子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的对象是 金星在水象的族群 我建议你多微笑 我建议你有的时候不要 呃太凶悍要温柔 那我会建议你要 听他们讲话 注意到他们 那这样子呢 很容易哦 就让他们发现 嗯你可能对他们是 有善意的 他们会更有勇气的 向你靠近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集 想给大家参考的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 不同的收获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再见